Control 失去控制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本篇课文的生词 Follow me给我读一下 第一个转向 Swing Swing 快艇 Speed boat Speed boat 绝望的Desperately Desperately 伙伴同伴 Company Company 滑水 Water ski Water ski 浮标 Boy Boy 沮丧的 Vismay Vismay 巨大的 Tremendous Tremendous 汽油 Patrol Patrol 飘动浮动 Drift Drift 换慢的轻轻的 Gently Gently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些单词 首先大家看一下这个快艇 很明显它是一个标准的合成词 Speed表示速度 Melt表示船 合在一起 是吧 速度船就变成了快艇 好 接着往下看 下面这个Water ski 注意 在这里呢 它是作为动词使用 表示动作滑水 就前面有个快艇牵引 我们拉个绳 是吧 它在上面滑 这个是动作 表示滑水 好了 接着往下看这个单词 Dismay 这个Dismay这个单词呢 其实我们之前在第54课当中 就卷过了 是吧 就是黏乎乎的手指的那一刻 但那一刻当中呢 它是作为动词 沮丧失望使用的 但在这里呢 它是名词表示沮丧失望 Tremendous 表示巨大的 本篇科们当中有个词 说这个船是在以巨大的速度航行 叫做at tremendous speed 就是这个tremendous 表示巨大的 好了 那接着往下说 我们来看一下其中两个单词 首先看第一个单词 Swing Swing这个词 表示转向 转弯 对吧 注意 它是一个不规则变化的动词 它的原型是swing 过去是sworn 过去分词呢 还是sworn 本篇科们当中有这样一个词 叫做swing the speedboat round 什么意思呢 爱就是把这个快艇转个圈 是吧 就是拐弯的意思 swing the speedboat round 好了 在这里大家注意 转个圈 就是转过来的意思 拐弯 好了 再来看这个单词 desperately 副词表示绝望的 它其实呢 是来自于形容词desperate 这个形容词desperate呢 我在之前就给大家讲过 在哪里讲的呢 在第四十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 它对应的名词 despire 名词表示绝望 当时呢 一个非常严肃的 穿着这个紧身黑衣服的女士 是吧 在旁边吃饭 我呢就一直跟她攀谈 但是无论你问什么 人家对方都回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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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终于处于绝望当中了 然后这个聊不下去了 是吧 然后问人家说 说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啊 人家说 说你要吃多点 说少点 我们都挺好的 是吧 所以呢 当时的篇文章当中 有这样一个词组 第四十课里面 本边跟人讲这个 auto control失控了 是讲什么失控了 其实就是讲这个人 他这个在这个海上 航行这个speed boat 航行这个快艇的时候 突然发现 哎 方向盘脱手了 哎 这个船失控了 怎么办呢 他就紧接了 想向自己的这个小伙伴求救 是吧 但是两个人呢 这个随机都陷入了危险当中 哎 这个船就完全失控 他们俩就想游 结果游的时候 那个船又过来了 差点把他们撞到 是吧 就这样这个非常紧急的一个状况 好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先来阅读一下文章 注意一下试探 然后待会呢 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 Lesson 86 Out of Control As the man tried to swing the speed boat round The steering wheel came away in his hands He waved desperately to his companion who had been water skiing for the last 15 minutes Both men had hardly had time to realize what was happening when they were thrown violently into the sea The speed boat had struck a buoy but it continued to move very quickly across the water Both men had just begun to swim towards the shore when they noticed with dismay that the speed boat was moving in a circle It now came straight towards them at tremendous speed In less than a minute it roared past them only a few feet away After it had passed they swam on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because they knew that the boat would soon return They had just had enough time to swim out of danger when the boat again completed a circle On this occasion however it had slowed down considerably The petrol had nearly all been used up Before long the noise dropped completely and the boat began to drift gently across the water 大家都知道 我们课的内容是以24颗为一个循环 所以到了第86颗呢 正好就是复习 我们之前在62颗当中 讲过的重点 那62颗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对比 来找到相同点和不同点 来区分这两种事态 分别就是过去完成 和过去完成进行事 那在这里呢 首先我们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 两种事态 检验一下大家的水平 看你们还记不记得 这两个事态的公式是什么呢 首先咱们先说过去完成 过去完成时的公式呢 是had not 表示的呢 就是过去的之前发生的事 强调结果 而过去完成进行时的公式是什么呢 就是had been doing 也是表示过去的之前 但是它强调的是进行的过程 持续进行 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同样表示过去的之前发生的事 关键看你想强调什么 想强调过程 用完成进行时 想强调结果呢 可以用过去完成时 总而言之 他们俩都表示过去的之前发生的事 好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在62个当中讲过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在课文当中 一起再来区别一下这两种事态 顺便给大家预告一下 本篇课文当中呢 其实不仅仅出现了这两种事态 还出现了很多跟过去有关的事态 比如说一般过去时 过去进行时 过去将来时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会发现 同样描述过去的事 其实可以综合运用多种不同的事态 那怎么区别呢 别着急 我们待会在课文当中讲 而且呢 在讲完课文之后 我还会在拓展环节当中 给大家总结一下 所有学过的事态 好 我们待会来说 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课文 看一下课文第一句话 As the man tried to swing the speedboat round The steering wheel came away in his hands 好了 在这里首先注意这两个词组 第一个词组呢 就是刚才在生词里讲过的 Swing the speedboat round 把这个快艇转个圈 什么意思呢 就拐弯的 对吧 那再看这个 steering wheel wheel表示轮子 steer这个词表示 那意思是什么呢 驾驶 对吧 那这个用来驾驶的轮子 是什么东西呢 方向盘 好了 所以在这里大家看 当这个男的他要怎么样呢 努力的把这个船拐弯的时候 这个方向盘 came away 离开了 in his hand 从他的手里离开了 什么意思呢 方向盘脱手了 那大家想方向盘脱手了 那这个船不就是很容易失控吗 对吧 好 接着往下看下一句 He waved the rest between to his companion Who had been water skiing for the last fifteen minutes 他非常绝望的跟着小伙伴挥手 是吧 大家想一想这个场面 是吧 他开着个快艇在前面 拉一个绳 后面是小伙伴 是吧 这个船都已经失控了 你看他是不是也没什么用啊 所以只能绝望的招手了 好 那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Do ha hu 引出非限定性地域 从去表示个外的补充说明 说他跟这个小伙伴招手 这个小伙伴干嘛呢 had been water skiing 还画上 had been doing 这个是标准的 过去完成进行驶 那为什么用过去完成进行驶呢 首先第一个 大家先得看一下什么呢 这个动作的时间段 你看 He waved desperately 他是过去招手吧 对不对 他过去招手 在那之前 这个小伙伴是不是就已经滑了15分钟了 所以在过去的之前发生的事 就可以使用过去完成 而且呢 强调他已经滑水 持续了15分钟 想强调持续进行这个过程 当然就可以把过去完成 变成对应的过去完成进行驶 所以在这里呢 想表示过去的之前滑水 而且持续进行了15分钟这个过程 所以用过去完成进行驶 好了 那你看 他这小伙伴已经这个 过去的之前就开始滑 而且滑了15分钟了 是吧 最近的这15分钟都在滑水呢 Most men had hopefully had time to realize what was happening When they were thrown violently into the sea 好了 在这里呢 首先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组 Hotley when 圈起来 一个箭头里呢 38课句 我们在38课当中 就给大家讲这个词组了 Hotley when 注意 他本来的意思 要翻译成 when 当什么什么时候 Hotley呢 表示几乎不 几乎没有 所以呢 按照这个本来的意思 翻译的话呢 就是当他们被 这个粗暴的扔进水里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呢 几乎还没有时间 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 那大家想当他们被扔的时候 他们几乎还没有时间呢 那换句话来说 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 他们还没来得及 有时间意识到 就被扔水里了 是这样的吧 所以呢 请大家注意 如果从英语上直译过来 Hotley when 应该翻译成 当什么什么时候 还没有几乎不 怎么怎么样呢 但是如果要是更好理解的话呢 建议大家可以把这个句子的意思 捋顺一下 调整成合适的中文 比如说这个Hotley when 就可以把它翻译成 还没来得及 就怎么怎么样 因为当他们被扔的时候 他们几乎还没有时间呢 那换句话来说 不就是 他们还没来得及 有时间就扔了吗 对吧 所以可以翻译成 还没来得及 就怎么怎么样 这是第一个 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38克的词组 Hotley when 还没来得及 就怎么怎么样 好了 第二个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时态 大家想一下 When they were thrown violently 他们被扔进海里去 用的是were thrown 过去时态的被动 对吧 然后呢 他说的是在那之前 他还没有时间 意识到这个事 对吧 所以呢 过去的之前 因此用什么呢 had had 那为什么had had呢 注意也没写错 这个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时 用had had 这事最早呢 我们在42克当中 给大家讲过了 是吧 所以注意 这个had had 是have这个动词的 过去完成时 表示过去的之前有 好了 所以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人吧 在过去的之前 还没来得及 有时间去意识到的时候 就被扔在海里了 好了 注意这句话里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试探 他们没时间 去意识到 正在发生什么事 注意也是过去哦 所以用过去进行识 What was happening 所以大家看这句话发现了吧 表示过去 可以用一般过去时 当然这里是个被动啊 表示过去用一般过去 表示过去的之前呢 用过去完成 表示过去那个时候 正在发生呢 用过去进行 所以大家发现了吧 同样是过去 可以调整不同的时代 好 记得往下看 The speedboat has struck a bullet But it continued to move very quickly across the water 好了 你看这个船怎么样呢 它撞到了一个浮标 但是它继续快速的移动 在这个水面上是吧 穿过这个水面 好了 在这里大家注意啊 在它继续移动之前 它是不是先撞的呀 所以呢 继续移动用的是 continue过去时 在那之前 Hastrub用的是过去完成 大家都知道 过去完成时和一般过去时 他们俩都表示过去 最大的区别在于 一先一后发生 过去完成时发生在之前 对吧 这个时候我在第十四课当中 第七课第九课当中 都给大家讲过 好 接着往下说 Most men had just begun to swim towards the shore When they noticed with dismay that the speedboat was moving in a circle 好了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答案怎么样呢 had just begun 刚刚开始要游泳 朝着岸边去 当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注意到了 而且是很失望的注意到了 注意把这个字图记起来 如果想说 伴随着失望去做某事 可以说do something with dismay do something with dismay 在这里dismay是名字 the notice with dismay 他们伴随着失望 意识到了 意识到了什么事呢 that 注意 notice that 这也引出了一个 动编编语从句 只不过中间加了一个 this may对它进行修饰 notice that 注意到了什么事呢 编语从句说了 the speedboat was moving in a circle 这个快艇正在转圈的洞 是吧 好 所以大家给大家看 他们刚开始要往岸边游 然后怎么样呢 就意识到了 这个快艇正在转圈游 所以大家看了吧 三种不同的过去事态 跟其实跟上上一话 是一样的是吧 都是强调过去 但是呢 进行就用进行 之前用过去完成 是吧 一样的道理 那我们往这转圈游怎样啊 大家想啊 他这个船要是过去了 没关系 他要再转圈回来 那不就把人撞了吗 是不是 所以比较危险 it now came straight towards them at tremendous speed 画这个词组 at tremendous speed 爱表示以巨大的速度 正在直接朝他们过来 是吧 爱注意强调这个过程感很形象 所以用了trow这个阶词 表示逐渐逐渐接近 所以大家发现危险来了吧 好 介绍一下看 in less than a minute 再怎么样呢 爱少了一分钟之内 it rolled past them only a few feet away row表示呼啸着 是吧 他呼啸着 经过他们身边 爱大概只有那么几英尺 所以大家想多危险呢 就像从你身边擦过了一样 是吧 after you have passed they swam on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because they knew that vote who soon return 好了 看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呢 其实压根就没什么生词 对吧 都很简单 但这句话呢 它是多个句子连接在一块的 咱们尝试着断开一下 那怎么断开句子呢 可以根据连接词 对吧 还可以根据标点 所以在这里一看到动号 我们先断开 对吧 先把它断成一段 然后呢 又看到了连接词 because再断开 光这样断开完了吗 没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第二句话 和第三句话里 还可以再接着断 那咱们就依次来看一下 首先现在第一句话 after you have passed 在这个船经过了之后 经过了之后 是什么样的 they swam on swam原形是swim游泳 s-w-i-m 对吧 swim游泳 那这个swim on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示继续游泳 注意 我们之前呢 最早在第14课当中 就给大家讲过了 后来62课当中有出现 就是动词加on 表示继续做某事 比如说drive on 表示继续开车 come on表示继续来 对吧 这是14课和62课当中 都有出现的 那在这里swim on什么意思呢 继续游泳 对吧 好了 他们继续游泳 怎么游呢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这是我们在32课当中 讲过的 as-as表示和什么什么相比 一样 那和什么相比呢 和他们能够的相比 一样快 也就是尽可能的快 在这里as表示 和什么什么相比 因此引出的是什么呢 比较壮益从句 我们稍后呢 会专门给大家总结 我们学过的各种壮益从句 比如你看上一句 after在什么什么之后 这个是时间壮益从句 表示和什么什么相比呢 这个是比较壮益从句 我稍后会专门给大家 画个句子的家谱 别着急 这个船呢 同旁边一经过 他们就尽快的 尽他们所能的 尽快的继续往前游泳 对吧 为什么呢 because引出原因壮益从句 because they knew 因为他们知道 知道什么呢 东兵兵与从句来了 是吧 你以后面又接了一个 东兵兵与从句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个船怎么样呢 不久将会回来 是吧 你想只要再回来 就又撞了 是吧 所以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实态 他们游泳 向岸边游 之前这个船经过的 对吧 然后呢 之后这个船 还有可能将会回来 所以大家发现 之前用过去完成 之后用过去将来 这个实态要掌握得很精确 接着大家看 they had just had enough time to swim out of danger when the boat again completed the circle 他们怎么样呢 刚刚有足够的时间 能够游出这个危险 是吧 这个船又转了一圈 是吧 注意又转了一圈之前 他们就已经有时间走了 所以说之前用过去完成 on this occasion however it has slowed down considerably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on this occasion 表示在这个场合 这个时刻 slow down表示减速 considerably 表示什么呢 大范围的相当程度上的减速 是吧 但是呢 他这次怎么样呢 大范围的 就是巨幅的降低的速度 就速度慢了很多 the patcher have nearly all been used used 表示用光的意思 在这里大家注意看 had been used 用的是过去完成时的被动 表示过去的之前 就被运光了 他减速了 而且由被用光了 所以大家注意 这个是过去完成 这是过去完成时的被动 对吧 因为船降低速度 是他发出动作 主动 而这个油呢 被用光得用被动 所以同样是过去完成 一个主动 一个被动 好 接到下看 before long the noise dropped completely and the boat began to drift the jambly across the water 好了 before long 表什么意思呢 不久之后 他相当于是in the near future 在很近的未来 这个噪音怎么样呢 drop 都完全没了 是吧 都掉了 然后这个船怎么样呢 开始 慢慢的漂浮的穿过这个水面 诶 事情结束了 是吧 又回归了平静 好了 所以大家发现 整篇文章当中呢 其实就是大量的使用了过去的事态 因为整件事都发生在过去嘛 对吧 所以呢 大家发现 想描述过去发生的事呢 就可以使用什么呢 比如说一般过去时 当你强调它正在进行 可以用过去进行时 对吧 当你强调它过去的之前 怎么怎么样 可以用过去完成 强调过去的之前 并且持续进行的过程 可以用过去完成进行 当然你想强调过去之后 还可以用过去将来 所以同样想表示 过去的事态 其实大家有很多种选择 而不仅仅是过去完成 和过去完成进行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篇课文的主要内容 大家会发现 学的越多 复习起来越轻松 那待会呢 我们在拓展环节当中 给大家把我们所有学过的事态 都总结在一块 我们待会见 好了 感谢大家耐心听听 我们是后拓展节 所有的事态 和所有事态复习有关的课文 就都讲完了 那既然所有的事态都讲完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给大家进行一下 归纳和整理 方便大家更好的记忆 好了 那首先呢 咱们先整体的说一下这个时态 时态是干嘛的呢 它是表示一件事 发生的时间和状态 所以呢 它是相当于从两个维度 来评价一个动作 一件事 比如说举个例子 现在进行时 它表达的时间呢 就是现在 它的状态呢 就是强调正在进行 所以时态时态 就是时间和状态 那接种往下说 如果想表示时间和状态 你怎么表现呢 就是通过位语动词的变化来体现 也就是说 只要把这个位语动词 变成对应的公式 那么就可以体现这种时态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把它变成了 就可以表示一般过去时 对吧 把它变成了 就可以变成 表示进行时 变成了还不让 就可以表示现在完成时 所以只要看位语动词的长相 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对应的是什么时态 表示什么用法 那接着往下说 时态一共多少种呢 诶 时态一共16种 有朋友听到这就觉得 人生深深的绝望了是吧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不用回那么多 西格戴尔斯当中呢 一共讲了其中的13种 但是呢 在这13种当中呢 只有其中的8种 回头来复习一下 时态表示一件事 发生了时间和状态 通过位语动词的变化来体现 一共16种 8种是重点 好 那接着说回来 在这呢 我要给大家再补一句 请大家记住了 时态对于我们大家写句子来说 是非常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想写一个句子 那么这个句子当中 必然会包含位语动词 这是必备的 对吧 而每一个位语动词的出现 都必然100%会有时态 没有一个例外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一个动作发生 它都得发生在一定的时间段内 表示出来一定的状态 所以但凡是位语动词 就100%会有时态 所以很重要 OK的吧 好 那既然时态很重要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整体的复习一下 这个时态 好了 有的人老师 这16种我还没记住呢 别着急 我来给大家画个表 大家就能记住了 这16种是怎么来着呢 其实它是4个时间 乘以4个状态 4次116 就来了这么16种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 横着这4个时间 对吧 过去 现在将来 过去将来 对吧 然后呢 竖着是这4个状态 一般进行 完成完成进行 所以大家发现 一横一竖一交叉 选择一个时 选择一个态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种时态 对吧 所以16种时态 就是这样来的 那说到这16种时态呢 大家注意 不是需要都重点掌握的 其中只有8种 必会必考 哪8种呢 就是这8种 我们都在第一单元里讲过 你看啊 一般过去时 一般现在时 一般将来时 还有什么呢 一般过去将来时 其实我们通常都把它 直接叫做过去将来时 那一般的俩就不佳了 太啰嗦了 还有呢 过去进行 现在进行 过去完成 现在完成 这8种是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在笔记上 记一下这个图 然后呢 在上面画个小对高 就知道了 这8种重点 都在第一单元里讲了 那接壮下说 那说到这个时态呢 其实我们都学过了 但是呢 大家经常经常想不起来 怎么办呢 不利于复习 对吧 所以呢 我待会给大家 画在这个表格当中 给大家总结一下 哪篇原本我们讲过 方便大家回头去找 对吧 好 那咱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先看一下 我们在第二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 一般现在时 还有现在进行时 也就是讲 一般礼拜天的这个时候呢 我都赖在床上 是吧 突然接到我Google电话 他说他要来 说怎么着啊 你这一点钟 还没起床吗 是吧 好了 这个孩子吃饭了 是吧 所以在这里大家看 第二个当中就讲的是 一般现在和现在进行时 第三课 明星上毁坏了我的假期 用的是一般过去时 都表示过去的事 然后第四课 第五课呢 讲的是现在完成时 第四课 第五课呢 就讲什么呢 我的这个My brother team 他去了澳大利亚 待了六个月了 是吧 他去了澳大利亚 很多地方 这是第四课 然后第五课当中讲什么呢 讲这个人 他买了个车库 中间不喊电话 就非哥传输 讲下了吧 第七课呢 钻石包裹被偷了 那课当中 讲的是过去进行时 然后第七课 第九课 还有敲钟那一课 是吧 中突然停了 讲的是过去将来时 然后第七课 第九课 第十四课 重点是在第十四课讲的 过去完成时 就是开车 是吧 然后有人来搭电车 我们俩一路都没敢说话 那一课 就是第十四课 还有呢 第十二课 一般将来时 讲我们家邻居 Captain Charles Allison 开了一个小船 叫Top Seal 要去航海 参加比赛 还有呢 第十三课讲的是 将来进行时 那个绿帘R那个组合 来开演唱会 是吧 肯定要来 用将来进行时 表示确定的将来 第37课 奥林匹克运动会 将在我们国家举行 完成进行时 好了 大家如果想不起来呢 给大家回顾一下 比如你看52 53讲的什么呢 52课讲 我们家搬家了 全是书 书铺了一地 是吧 53课讲那个出电的蛇 讲讲了吧 所以大家发现没有 很多篇课文 我们都讲过同样的时代 大家可以重点掌握前面的 比如说52 53重点讲的 76 77 就是复习的 好 介绍一下说 61课 85课出现的将来 完成进行时 注意 其实准确的来说呢 是61课的课文里没有 61课的课后 难典里面有出现 这个将来完成进行时 而85课呢 是在课文当中 出现的将来完成进行 讲我们这个老校长 要退休了 讲讲了吧 I never too old to learn 那一课当中有 好了 而这个过去完成进行时呢 是在62课和86课 也就是之前讲的 这个森林大火 我都把这个 这个树都烧没了 是吧 然后呢 还有本篇课文当中 出现的这个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整个新年第二课当中 所有出现的时态 出现在每篇课文当中 那我朋友老师 哎 还有三种呢 对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三种时态 是我们新年第二课当中 没讲的 而且不仅仅在 我们新年第二课当中 没讲 其实大家在其他的地方 也看不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甭说你们学英语了 就是我学了这么多年 我讲了这么多年英语 从来就没见过 这三种时态 你可以听一听啊 比如说这叫什么呢 这叫做过去将来进行时 过去将来完成时 过去将来完成进行时 大家一听就知道了 这听就问问没有吧 哎 所以这三个时态是干嘛的 是凑数的 完全用不着 所以大家根本不需要回 OK的吧 好了 那说回来 大家会发现时态呢 一共十六种 四十一十六 对吧 其中十三种 是我们在新年第二课当中 都讲到的 那三种 死都一不见 完全不用回 然后这十三种时态当中呢 重点掌握那八种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了 我就不多赘述了 那接着说回来 在这里呢 大家会发现时态 我们整体 这个一种一种都学完了 那我在这里 再给大家整体的汇总一下 这个时态究竟怎么样用 会比较好用一些 好了 那请大家往这看 大家会发现 所谓的时态时态 就是先选择时间 再选择状态 不就可以了吗 那一横一树一交叉 时态不就选出来了吗 对吧 那咱们就先选时间吧 时间怎么选呢 很简单 时间呢 通常情况下 是以现在为出发点的 现在的之前叫过去 现在的之后叫将来 对吧 好了 只不过呢 其中一个特别的 就是这个过去将来时 过去将来时呢 它的出发点不是现在了 而是站在过去 看之后要发生的事 用过去将来 所以呢 这以后大家想表达 一个动作的时态的时候 先去选择时间 看看到底是 过去现在将来 还是过去的将来 好了 那选择完了之后呢 再来去选择状态 那这个状态怎么选呢 大家注意 就看你想强调什么 如果你想强调 这个事正在进行 那么就用进行时态 如果你想强调这事 哎 之前就做的怎么怎么样了 你可以用完成时 如果你想强调 之前这事就做了 而且还在持续进行 是吧 强调它进行的过程 那这时候可以用完成进行时 那你们说 老师我要什么都不想强调呢 我就表达方向再过去 就表达方向现在怎么办呢 哎 什么都不强调 说明没有任何的特殊强调 既然不特殊 那么就只用一般时态 所以呢 想强调什么用什么 不强调了 就用一般时态就行了 对吧 所以呢 以后大家想选择时态的时候 记住先选时 再选态 时间和状态 一确定了之后 哎 这个时候时态就选定了 好了 那我再给大家 多补充一个注意事项 请大家记住了 在选择时态的过程当中 记住 时不能变 为什么呢 一个动作发生在什么时候 那就是什么时候 它发生的时间是不能变的 但是可以变态 为什么说可以变态呢 因为这个状态是可以调整改变的 关键取决于你想强调什么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说我昨天擦玻璃了 我如果想强调 我昨天下午三点钟正在擦玻璃 OK 那你就得用过去进行时 对吧 我如果说昨天下午三点钟 我擦完玻璃了 哎 做完了 之前做了是吧 我不用过去完成时 对吧 我想强调我昨天下午三点钟之前 哎 这个已经擦玻璃 而且持续擦了三个小时了 那过去的之前 而且强调持续进行 就可以用过去完成进行时 那如果有什么都不强调呢 我就说我做擦玻璃了 那就不用一般过去时 所以大家发现了 时间不能变 肯定得是过去 但是呢 随着我们大家想强调的重点不同 这个状态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呢 大家以后选择时态的时候 记住了 先选时再选态 时不能变 但是可以变态 记住这个口诀 就可以帮助大家 更灵活的掌握时态 好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耐心聆听 以上呢 就是对于时态的这个整体的复习 具体的每一种时态呢 我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我们已经在不同的课文当中 大量的重复的进行复习 大家应该非常熟了 但是呢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记住时态的选择 是可以灵活的 记住我说的口诀就可以了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耐心聆听 我们稍后再见 而且在后续的课文当中呢 我们都会给大家不断的进行复习 比如说像今天复习时态这样 来给大家进行这个定期的这个梳理 然后帮助大家更好的贯穿全书 来掌握这个指点 好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